謝謝 將消毒水倒入機器中 環保局人員全副武裝 背上機器對內湖的菜市場 噴灑消毒液 不管是地上排水孔 還是攤販作業台 環保局消毒班人員都不馬虎 整個菜市場 也為了配合消毒作業 全體攤販休息一天 緊急狀況嘛 就是無患會員的那個 所以我就請環保局幫我們 徹底的做好防疫消毒的工作 傳出的確診案例住在內湖 區內市場緊急消毒 新冠肺炎人心惶惶 展開消毒的 還有台北市知名的南門市場 因為指揮中心公布 上個月31號鑽石公主號旅客 曾到市場觀光 因此趁著元宵節 攤販提早休市 在9號跟10號兩天 進行內部消毒 11號才會復營業 其實很多觀光客來 我也不知道哪一團是他們的 我也利用元宵節那天禮拜六 大家提早收攤 然後找消毒公司來做一些針對 肺炎這個菌的消毒 台北市場處也對台北的西湖市場 光復市場 成功市場 長春市場 等總共40個零售以及批發市場 展開消毒作業 預計2月24號前就可以完成 今年全面消毒作業次數也可能追加 就是要防堵新冠肺炎疫情 做到滴血不漏 記得另外一位 鳳凰之台報導